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导演周浩从2001年开始参与纪录片的拍摄 曾先后入围并获得国内外多个奖项 本片以棉花的产业为主轴 揭示当代中国农民 企业工人 纺织品商人的生活 展示中国经济各环节的真正面貌 下一组同样也是入围最佳纪录片的行者 行者以十年的时间贴身记录舞蹈家林立正的日常生活与创作点滴 表演陈欣怡曾经在第44届金马奖以剧情片 《流浪神狗人》入围最佳原著剧本和剪辑奖 今年她则以纪录片角逐金马奖 片中要告诉我们缓是很强大的力量 经过缓才能够思考厘清许多事 欢迎他们 是的 气势相当的有行者的概念 真的是要告诉我们缓的人生哲学 是 没错 那最后是入围这家纪录片的汉达汉 欢迎导演顾陶以及他的工作伙伴们走上红毯 汉达汉讲述中国少数民族俄温克族的生活变化 记录者在强势文明的入侵之下 少数民族文化建王的悲歌 再度欢迎这四组的纪录片电影工作者 来参加今晚的盛会 欢迎几组游说的剧组 是 其实大家可以看到 每部纪录片都是用导演 用生命 用泪水来写出来的 是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这一组的贵宾呢 就是入围最佳新导演 以及最佳改编剧本两项大奖的少女挪扎 导演李肖峰率领着编剧王牧 潘玉 以及本片辛苦的剧组团队们来到红毯上 少女挪扎讲述了两个少女之间的青春故事 同时获得第十六届上海国际电影节 创投单元最具创意项目奖 并且入围武山电影节新浪潮竞赛单元 恭喜导演也欢迎少女挪扎的剧组 好的 其实这一次呢导演 他不论是导演也好 编剧也好 演员也好 他全部有全方位的才华 第一次执导的少女挪扎 真的让大家看不出来这是您的第一部剧情片 想要请教一下导演 来 我们剧组这边请 想请教导演就是说 第一次要拍出这样的剧情长片 拍得好的一个好故事 需要掌握什么样子的要件呢 其实就是你 掌握住自己的心就可以 掌握心就好 这么简单 当然 一切都是从这开始 是 从这开始也抵立我们这些 才结束的金钟奖上大放异彩 也体现出了农村萧条之后的真实情话 是 最后一组我们欢迎大佛的导演黄信尧 以及片中的演员陈竹生 庄艺增和工作伙伴 大佛以讽刺的手法描绘工厂老板宝璇 流浪艺术家与一尊准备开光的大佛像之间 一段神秘不可解的悬疑故事 接下来我们欢迎后惠无奇电影主题曲 的演唱人朴树 他以平凡之路入围了最佳原创电影歌曲 由韩寒导演首次指导的后惠无奇 讲述在东西岛长大的年轻人 他们横跨大乐旅程当中的传奇经历 朴树清澈 低声吟唱的平凡之路 郑重导演想要表达平凡 却见不凡人生的旅程 朴树待会也会在颁奖典礼 为我们演唱这首动人的歌曲哦 哇 欢迎朴树 欢迎朴树 这边请 这一次最佳原创电影歌曲《平凡之路》 本来打算收录在您个人的创作专辑里头 为什么 什么样的因缘忌讳呢 作为这一次的主题曲 对不起 我没听懂 是 以这一次的《平凡之路》 入围了原创电影歌曲的心情如何 挺好 是 挺好的 那这一次在颁奖典礼 要演唱这首你自己的作品 心情上讲会稍微紧张一点吗 我真的确实有点紧张 我希望放松地做这件事 是 您刚刚在步入星光灯 那感觉还蛮放松 很轻松的感觉 希望可以延续下去 欢迎朴树里面请 谢谢您 期待你的表演 台湾观众很有福了 接下来 步入红地毯呢 是以归来入围最佳新演员的张慧文 以及最佳改编剧本的邹靖之 最佳音效的陶金 本面同时也入围了最佳原创电影音乐 最佳女主角 总共五项大奖 是由张艺谋所指导的归来 找来了陈道明 巩俐合作 而入围最佳新演员的张慧文 饰演两个人的女儿 出身之独在两大巨星面前 展现出不卑不亢的演技 毫无怯懦 底气十足 是 台湾媒体也非常喜欢的张慧文 这一次被张艺谋导演上中 新一代的某女郎 还要跟这个陈道明老师 影后巩俐 两位帝后交手 到底张慧文感觉到 非常的紧张呢 还是非常的轻松 而且她本身也是舞蹈学院出身的 当然她从小到大就是在学舞蹈 没想到音乐季会 竟然成为了演员 还顺利的入围了金马奖 这家新演员 没错 她归来当中的演出 真的是非常的纠结 要出卖自己的爸爸 好 欢迎张慧文 欢迎张慧文 昨天在入围酒会 她也感觉信心十足 事在必得 一定要把这个讲座搬回家 是是是 来 慧文你好 这边请 还有我们的剧组工作同仁 这边请 欢迎 好的 张慧文呢 被这个张艺谋导演相中 还要跟陈道明老师 拱立影后一起来合作 她们三人之中呢 谁怎么样 态度好不好 或是有没有特别紧张的人 特别好 两位老师都对我特别照顾 然后特别爱护这个新演员 所以我还是很谢谢两位老师 还有导演 是的 这次入围相信你非常的开心 对不对 势在必得吗 我还是希望能够拿奖的 对她自己有信心的 是 您谦虚了 里面请哦 欢迎来到金马盛会 谢谢 接下来 踏上星光大道的是金马影帝刘青云 还有扫毒剧组 欢迎入围最佳原创电影歌曲的Rubberman Team Blue 以及入围最佳视觉效果的邹志胜 谭启昆 刘青云以夺命精英获得第49座金马影帝 本届已经第三度了入围 金马奖最佳男主角了 另外一部入围影片暴风雨当中 他是饰演一个患有精神病的杀人犯 也有精湛的演出耶 表演的实力备受肯定 而扫毒也入围了六项大奖 包括了最佳动作设计 最佳剪辑 最佳音效 欢迎影帝刘青云 是金马迹上双料影帝 欢迎青云哥 还有我们的Rubberman 是 青云哥两年前以夺命金拿下了金马奖 第一次 那两年之后再度入围最佳男主角奖 这一次扫毒的角色跟张家辉 古天乐对戏 入围的感觉怎么样 有没有特别难演的部分 其实最难演就是 拍的时候中了很多枪 中了很多枪 对 还没死 还没死 那怎么办呢 我是问导演 导演还没死 中了很多枪 他说不怕的 不怕的 电影还没完 对 还要中下去 是 是 我们接下来也要欢迎一下 一个全新的香港乐团 是是是 Rubberman 其实你们是来自于香港的乐团 这次创作的歌曲也入围了金马奖 今天要在颁奖典礼上面演唱这首 入围的歌曲 心情怎么样的 来我们这边请 我来我来 让大家可以看到你们 心情非常紧张 但是因为是我们 很少机会来台湾唱歌给大家听 所以 而且这首歌也 也将整个电影的一个剧情 套入在进去 所以 非常感动 非常感受深 会紧张吗 因为刚刚黄耀明说他很紧张 我们当然比他还要紧张 更紧张是吗 希望你们可以玩得非常的开心 K队上次比较三 我们马上会到我们金马奎 星光大道